大家好,欢迎来到毛海知识 在这里,我们会为你解惑毛海日常中的大小疑难杂症 有时,在猫咪社团会看见许多走私写巡文章 原来是又有主子外出巡视民间却忘记回家的路啦 猫咪不仅是个聪明的动物,同时也是好奇宝宝 因此,经常看到家里的猫咪去开门 开窗户,一不小心就跑出去,却忘记了回家的路怎么走 如果猫咪走私了,走私后的72小时是黄金时间 猫咪是很敏感的动物,在轮车吵杂的白天通常不会在街上乱晃 可以等到傍晚或是凌晨的时间出去寻找 猫咪可能会因为肚子饿而出来觅食活动哦 以猫咪走私的地点为中心点,做地毯式的搜寻 也可以po在社团或是张贴猫咪协讯单 如果还是没办法的话 最后一步,试试网路上的神秘力量 宠物沟通,找附近浪猫帮忙或是剪刀大法 只要能够找回猫咪都是好方法 成功领回猫咪后,也别忘记帮猫咪尽情清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